第六十五回 甲二社偷取游二姨 游三姐私嫁 柳二郎 话说甲连 甲真 甲荣等三人商议 事事妥贴 至初二日 先将游老和三姐送入新房 游老一看 虽不似甲荣口内之言 倒也十分齐悲 母女二人已趁了心 抱二夫妇 见了如一盆火 赶着游老一口一声换老娘 又或是老太太 赶着三姐换三姨 或是姨娘 至次日五更天 一圣素教将二姐抬来 各色香烛纸马 并铺盖以及酒饭 早已备得十分妥当 一时 甲连素服做了小叫而来 拜过天地 焚了纸马 那游老 见二姐身上头上 焕然一新 不似在家模样 十分得意 颤入洞房 事业 贾连同他颠乱捣凤 百般恩爱 不消息说 那贾连越看越爱 越瞧越喜 不知要怎声 奉称这二姐 奶命抱二等人 不许提三说二的 只以奶奶称之 自己也称奶奶 竟将凤姐一笔勾倒 有时回家中 只说在东府 有事击败 凤姐被因知 她和贾真相得 自然是或有事商议 也不疑心 在家下人虽多 都不管这些事 便有那有手好闲 专打听小事的人 也都去奉承贾连 趁机讨些便宜 谁肯去漏风 于是贾连深感贾真不尽 贾连一跃出五两银子 做天天的供给 若不来时 她母女三人一处吃饭 若贾连来了 她夫妻二人一处吃 她母女便回房自吃 贾连又将自己 几年所有的梯集 一并搬了与二姐收着 又将凤姐素日之为人行事 枕边亲内尽情告诉了她 只等一死便接她进去 二姐听了自是愿意 当下十来个人 倒也过起日子了 十分风足 眼见已是两个月光景 这日贾真在铁侃寺 做完佛饰 晚间回家时 因与她姊妹久别 竟要去探望探望 先命小丝去打听 贾连在与不在 小丝回来说不在 贾真欢喜 将左右一概先遣回去 只留两个心腹小童牵马 一时到了心房 一时掌灯时分 悄悄入去 两个小丝将马拴在圈内 自往下方去听候 贾真进来 屋内才点灯 先看过了游氏母女 然后二姐出见 贾真仍唤二姨 大家吃茶 说了一回闲话 贾真因笑说 我做的这宝山如何 若错过了 打着登陆还没出寻 过日你姐姐还备了礼 来瞧你们呢 说话之间 游二姐以命人 预备下酒转 关起门来 都是一家人 冤无避讳 那抱二来请安 贾真便说 你还是个有良心的小子 所以叫你来服侍 日后自有大用你之处 不可在外头吃酒生事 我自然赏你 躺货这里短了什么 你脸二爷事多 那里人杂 你只管去回我 我们弟兄不比别人 抱二答应道 是 小的知道 若小的不尽心 除非不要这脑袋了 嗯 要你知道 当下四人一处吃酒 游二姐之局 便邀他母亲说 我怪怕的 妈同我到那边走走来 游老爷会议 便真个同他出来 只剩小丫头们 贾真便和三姐挨尖 一边擦脸百般轻薄起来 小丫头子们看不过 也都躲了出去 凭他两个自在取乐 不知做些什么够的 跟着两个小四都在 下厨下喝鲍二饮酒 鲍二女人上灶 忽见两个丫头也走了来嘲笑 要吃酒 鲍二音说 姐儿们不再上头服侍 也偷着来了 一时叫起来没人 又是事 他女人骂道 糊涂困呛的王八 你撞上那黄汤吧 撞上醉了 夹着你那辽子 挺你的师去 较不较与你逼相干 一应由我承当 风雨横竖 撒不着你头上来 这鲍二原因妻子发迹的 近日越发亏他 自己除赚钱吃酒之外 一概不管 贾连等也不肯责备他 故他使妻如母 百依百随 且吃够了便去睡觉 这里鲍二家的陪着 这些丫鬟小厮吃酒 讨他们的好 准备在贾珍前上好 四人正吃得高兴 呼听叩门之声 鲍二家的忙出来 开门看时 见是贾连下马 问有事无事 鲍二女人便悄悄告他说 大爷在这里西院里呢 贾连听了便回至卧房 只见尤二姐和他母亲 都在房中 见他来了 二人面上便有些善善的 贾连反推不知 执命 快拿酒来 咱们吃两杯好睡觉 我今日啊 很罚了 游二姐忙上来陪笑 接衣奉茶 问长问短 贾连喜得心痒难受 一时 抱二家的端上酒来 二人对饮 他账目不吃 自回房中睡去了 两个小丫头 分了一个过来服侍 贾连的心腹小童龙儿 拴马去 剑衣有了一匹马 戏瞧一瞧 只是假真的 心下会议也来除下 只见喜儿兽儿两个正在那里坐着吃酒 见他来了也都会议 顾笑道 你这回子来得巧 我们也赶不上爷的马 恐怕饭夜 往这里来 借宿一宿的 龙儿便笑道 有的是炕 只管睡 我是二爷使我送月银的 交给了奶奶 我也不回去了 喜儿便说 我们吃多了 你来吃一桩 龙儿才坐下端起杯来 呼听马棚内闹僵起来 原来二马同曹 不能相容 互相决堤起来 龙儿等晃得忙 放下酒杯 出来喝马 好容易喝住 另栓好了 放进来 报二家的笑说 哎呀 你三人就在这里吧 茶也现成了 我可去了 说着 带门出去 这里喜儿喝了几杯 已是愣子眼了 龙儿兽儿关了门 回头见喜儿 直挺挺地仰卧炕上 二人便推地说 好兄弟 起来好生睡 只供你一个人 我们就苦了 咱们今儿可要功功道道地 贴一炉子烧饼 要有一个冲阵井的人 我痛把你妈一操 龙儿兽儿见她醉了 也不便多说 只得吹了灯 将就睡下 由二姐听见马闹 心下便不自安 只管用言语混乱贾脸 那贾脸吃了几杯 春兴发作 便命收了酒果 眼门宽衣 由二姐只穿着大红小袄 三晚乌云 满脸春色 比白日更增了颜色 夹脸搂她笑道 人一人都说我们那夜茶婆气着 如今我看来 给你食鞋也不要 由二姐道 我虽标致却无品行 看来到底是不标致的好 这话如何说 我却不解 你们拿我做愚人带 什么事我不知 我如今和你做了两个月夫妻 日子虽浅 我也知你不是愚人 我生是你的人 死是你的鬼 如今既做了夫妻 我终身靠你 岂敢蛮藏一字 我算是有靠 将来我妹子却如何结果 据我看来 这个刑警恐非常测 要做长久之计方可 你且放心 我不是那粘酸吃醋之辈 钱是我已尽知 你也不必惊慌 你因妹夫倒是做凶的 自然不好意思 不如我去破了这例 说着走了 便至西院中来 只见窗内灯烛辉煌 二人正吃酒取乐 贾连便推门进去 笑说 大爷在这里 兄弟来请安 贾真修得无话 只得起身让坐 贾连忙笑道 何必又做如此景象 咱们弟兄从前是如何样来 大哥为我操心 我今日粉身碎骨 感激不尽 大哥若多心 我意何安 从此以后 还求大哥如西方好 不然兄弟宁可绝后 再不敢到此处来了 说着便要跪下 慌得贾真连忙掺起 直说 兄弟怎么说 我无不领命 贾连忙命人 看酒来 我和大哥吃两杯 又拉游三姐说 你过来 陪小叔子一杯 老二啊 到底是你 哥哥必要吃干这种 说着易洋博 游三姐站在炕上 指甲脸笑道 你不用和我花马掉嘴的 咱们清水下砸面 你吃我也贱 提着影戏人子上场 好歹别戳破这层枕 你别游蒙了心 大量我们不知道你府上的事 这会儿子花了几个臭钱 你们哥俩拿着我们 结两个全当分头来取乐 你们就打错了算盘了 我也知道 你那老婆太难缠了 如今把我姐姐拐了来做二房 偷的锣敲不得 我也要会会那凤奶奶去 看她是几个脑袋几只手 若大家好 取合便罢 倘若有一点叫人过不去 我要没有本事 先把你两个的牛黄狗宝 掏了出来 再和那婆妇拼了这命 也不算是尤三姑奶奶 喝酒怕什么 咱们就喝 说着自己抄起壶来 珍了一杯 自己先喝了半杯 搂过假脸的脖子来就怪 说 我和你哥哥已经吃过了 咱们也来亲乡亲乡 吓得假脸酒都醒了 假真也不承望尤三姐这等无耻老辣 弟兄两个本是风月场中耍惯的 不想今日反被这闺女一席话说住 尤三姐一叠声又叫 将姐姐请来 要了咱们四个一处同乐 俗语说 便义不过当家 他们是弟兄 咱们是子们又不是外人 只管上来 尤二姐反不好意思起来 假真得便就要一溜 尤三姐哪里肯放 假真此时方后悔 不诚望她是这种为人 与假脸反不好轻薄起来 这尤三姐松松挽着头发 大红袄子半眼半开 露着葱绿抹胸 异痕血脯 底下绿裤红鞋 一对金帘或翘或病 没半刻斯文 两个坠子却似打鞦韆一般 灯光之下 月显得流眉笼翠雾 弹口点单煞 本是一双秋水眼 再吃了酒 又添了形色淫浪 不读将她二子压倒 据真脸平去 所见过的上下贵贱若干女子 皆为由此 绝约风流者 二人以苏麻如醉 不禁去招她一招 她那银泰风情 反将二人尽住 那尤三姐放出手眼来 略试了一试 她弟兄两个 竟全然无一点别识别见 连口中一句响亮话都没了 不过是酒色二字而已 自己高谈阔论 任意挥霍洒落一阵 拿她弟兄二人嘲笑取乐 竟真是她嫖了男人 并非男人淫了她 一时她的酒足姓劲 也不容她弟兄多做 拈了出去 自己关门睡去了 自此后 或略有丫鬟婆娘不到之处 便将贾连贾珍贾荣三个 颇生利言痛骂 说她爷儿三个 诶骗了她寡妇姑女 贾珍回去之后 以后亦不敢轻易再来 有时尤三姐自己高了性 敲命小厮来请 方敢去一会 到了这里 也只好随她的便 谁知这尤三姐天生脾气不堪 长着自己风流标志 偏要打扮的出色 另是做出许多万人不及的 引擎浪胎来 哄得男子们垂涎落魄 欲尽不能欲远不舍 迷离颠倒 她以为乐 她母子二人也十分相劝 她反说 姐姐糊涂 咱们金玉一般的人 白叫这两个县石堡 玷污了去 也算无能 而且 她家有一个极厉害的女人 如今瞒着她不知 咱们方安 她或一日她知道了 岂有甘休之理 势必有一场大闹 不知谁生谁死 趁如今 我不拿他们取乐 作见准遮 到那时 白落个臭名 后悔不及 因此一说 她母女见不听劝 也只得罢了 那尤三姐天天挑剑穿吃 打了银的又要金的 有了珠子又要宝石 吃的肥鹅又宰肥鸭 祸不趁心 连桌一推 衣裳不如意 不论灵断心整 便用剪刀剪碎 撕一条马一句 究竟贾珍等 何曾碎意了一日 反花了许多魅心钱 贾脸来了 只在二姐房内 心中也毁上来 无奈二姐倒是个多情人 以为贾脸是终身之主了 凡事倒还只疼着痒 若论其温柔和顺 凡事必伤必义 不敢适才自专 时教凤节高十倍 若论标志言谈行事 也剩五分 虽然如今改过 但已经失了脚 有了一个银子 平有甚好处也不算了 偏着贾脸又说 谁人无措 知过必改就好 顾不提以往之淫 只取现今之善 便如骄寿漆 似水如鱼 以心一计 势同生死 哪里还有凤平二人在意了 二姐在枕边亲内 也常劝假脸说 你和真大哥商议商议 捡个相熟的人 把三丫头聘了吧 留着他不是长法子 终究要生出事来 怎么处 前日我曾回过大哥的 他只是舍不得 我说 是块肥羊肉 只是烫得慌 玫瑰花可爱 刺儿太扎手 咱们未必想得住 正经捡个人聘了吧 他只一丝丝的 就丢开手了 你叫我有何法 你放心 咱们明日先劝三丫头 他啃了才好 不啃 让他自己闹去 闹得无法 少不得聘他 嗯 这话即是 至次日 二姐另备了酒 甲连也不出门 至五间 特请他小妹过来 与他母亲上座 由三姐便知其意 酒过三旬 不用姐姐开口 先便滴泪气道 姐姐今日请我 自有一番大力要说 但妹子不是那愚人 也不用叙叙叨叨提那从前丑事 我已尽知 说也无益 既如今 姐姐也得了好处安身 妈也有了安身之处 我也要自询归结去方氏正理 但终身大事 一生之一死 非同而戏 我如今改过首份 只要我捡一个素日可心如意的人 方跟他去 若凭你们谨责 虽是富比十重 才过子鉴 冒比攀安的 我心里进不去 也白过了一世 这也容易 凭你说是谁就是谁 一英彩礼都有我们志 母亲也不用操心 姐姐知道 不用我说 贾脸笑问二姐是谁 二姐一时也想不起来 大家想来 贾脸便料定是此人无疑了 便拍手笑道 我知道了 这人缘不差 果然好眼力 二姐笑问是谁 贾脸笑道 别人他如何进得去 一定是宝玉 二姐与尤老听了 意以为然 尤三姐便催了一口道 呸 我们有子门十个 也叫你弟兄十个不成 难道除了你家 天下就没了好男子了不成 众人听了都诧异 出去他 还有哪一个 尤三姐笑道 别只在眼前想 姐姐 只在五年前想就是了 正说着 忽见贾脸的心腹小丝 心儿走来请贾脸说 老爷那边紧等着教爷呢 小的答应往旧老爷那边去了 小的连忙来请 贾脸又忙问 昨日家里也没人问 小的回奶奶说 爷在家庙里同真大爷 商议做百日的事 只怕不能来家 贾脸忙命拉马 龙儿跟随去了 留下心儿 答应人来事务 尤二姐拿了两碟菜 命拿大杯蒸了酒 救命心儿在抗炎下蹲着吃 一长一短向他说话 问他家里奶奶多大年纪 怎个厉害的样子 老太太多大年纪 太太多大年纪 姑娘几个 各样家常等语 心儿笑嘻嘻地在抗炎下一头吃 一头将容辅之事 背戏告诉他母女 又说 我是二门上该班的人 我们共是两班 一班四个 共是八个 这八个人 有几个是奶奶的心腹 有几个是爷的心腹 奶奶的心腹 我们不敢惹 爷的心腹 奶奶的人就敢惹 提起我们奶奶来啊 心里歹毒 口里尖快 我们二爷也算是个好的 哪里见得他 倒是跟前的平姑娘 为人很好 虽然和奶奶一气 她倒背着奶奶 常做些个好事 小的们 凡有了不是 奶奶是容不过的 只求求她去就完了 如今 何家大小 除了老太太太太两个人 没有不恨她的 只不过 面子群怕她 皆因她一时 看的人都不急她 只一味哄着老太太太太 两个人喜欢 她说一是一 说二是二 没人敢拦她 又恨不得 把银子钱 省下来堆成山 好叫老太太太太 说她会过日子 殊不知 苦了下人 她讨好 估着有好事 她就不等别人去说 她先抓尖 或有了不好事 或她自己错了 她便一缩头 推到别人身上来 她还在旁边拨火 如今 连她正经婆婆 大太太都闲了她 说她 缺儿简直望处飞 黑母鸡一窝 自家的事不管 倒替人家去下张罗 唉 若不是老太太在头里 早叫过她去了 由温二姐笑道 你背着她 这等说她 将来 你又不知 怎么说我呢 我又差她一词 越发有的说了 星儿忙跪下说道 奶奶要这样说 小的不怕雷打 但凡小的们 有造化起来 先娶奶奶时 若得了奶奶这样的人 小的们 也少挨些打骂 也少齐心吊胆的 如今跟爷的这几个人 谁不背前背后 称杨奶奶甚得怜下 我们商量着 叫二爷要出来 情愿来答应奶奶呢 猴子操的 还不起来呢 说句玩话 就笑得那样起来 你们做什么来 我还要找了你奶奶去呢 星儿连忙摇手说 唉 奶奶千万不要去 我告诉奶奶 一辈子别见她才好 嘴天辛苦 两面三刀 上头一脸笑 脚下使绊子 明是一盆火 暗是一把刀 都占全了 只怕三姨的这张嘴 还说她不过 奶奶这样斯文良善人 哪里是她的对手 游氏笑道 我只以礼待她 她敢怎么样 不是小的吃了酒 放肆胡说 奶奶便有礼让 她看见奶奶比她标致 又比她得人心 她怎肯甘休善罢 人家是醋罐子 她是醋缸 醋瓮 凡丫头们 二爷多看一眼 她有本事 当着爷打个烂羊头 虽然 平姑娘在屋里 大约一年二年之间 两个有一次到一处 她还要口里 颠十个锅子呢 气得平姑娘性子发了 哭闹一阵 说又不是我自己寻来的 你又浪着劝我 我缘不一 你反说我反了 这毁子又这样 她一般的也罢了 到央告平姑娘 游二姐笑道 可是扯谎 这样一个夜叉 怎么反怕屋里的人呢 这就是俗语说的 天下跳不过一个里子去了 这平二是她自幼的丫头 陪了过来一共四个 嫁人的嫁人死得死了 只剩了这个新妇 她原位收了屋里 一则显她贤良名 二则又拴爷的心 好不外头走邪的 又还有一段因果 我们家的规矩 凡爷们大了 未娶亲之仙 都先放两个人服侍的 二爷缘有两个 谁知她来了没半年 都寻出不适来 都打发出去了 别人虽不好说 自己脸上过不去 所以强逼着平姑娘 做了房里人 那平姑娘又是个正经人 从不把这一件事 放在心上 也不会挑七窝夫的 到一味忠心赤胆服侍她 才容下了 原来如此 但我听见你们家 还有一位寡妇奶奶 和几位姑娘 她这样厉害 这些人如何异得 星儿拍手笑道 原来奶奶不知道 我们家这位寡妇奶奶 她的魂名叫做大菩萨 第一个善德人 我们家的规矩又大 寡妇奶奶们不管事 只依亲近守节 妙在姑娘又多 只把姑娘们交给她 看书写字 学真线 学道理 这是她的责任 除此 问事不知 说事不管 只因这一向她病了 事多 这大奶奶暂管几日 究竟也无可管 不过是按例而行 不像她多事逞财 我们大姑娘不用说 但凡不好 也没这段大福了 二姑娘的魂名 是二木头 戳一针 也不知哀悠一声 三姑娘的魂名 是玫瑰花 游氏姊妹 盲笑问何意 星儿笑道 玫瑰花又红又香 无人不爱的 只是有刺戳手 也是一位神的 可惜不是太太养的 老瓜窝里出凤凰 四姑娘小 她正经是 真大爷亲妹子 因自由无母 老太太 命太太抱过来 养这么大 也是一位不管事的 奶奶不知道 我们家的姑娘不算 另外有两个姑娘 真是天上少有 地下无双 一个是咱们姑太太的女儿 姓林 小名叫什么 黛玉 面旁身段和三姨不差什么 一肚子文章 只是一身多病 这样的天还穿夹的 出来风一吹就倒了 我们这起没王法的嘴 都悄悄地叫她 多病西施 还有一位 姨太太的女儿 姓薛 叫什么宝钗 竟是雪堆出来的 每常出门或上车 或一时院子里瞥见一眼 我们鬼使神差 见了他们两个 不敢出气 游二姐笑道 你们大家规矩 虽然你们小孩子进得去 然遇见小姐们 原该远远藏开 星儿摇手道 不是不是 那镇景大理 自然远远地藏开 自不必说 就藏开了 自己不敢出气 是身怕这气大了 吹倒了姓林的 气暖了 吹化了姓靴的 说得满屋里 都笑起来了 不知端详 且听下回分解 听友您好 欢迎您回来 我是张国立 在这儿陪您一起读《红楼梦》 这一回的回幕叫 《甲二舍偷取游二仪》 甲二舍就是甲二公子的意思 在这儿指的是甲连 舍就是舍人 本来是个官名 比如书中舍人什么的 后来变成官僚贵族子弟的称呼 和公子少爷类似 甲连偷偷地用一顶塑教 把游二舍取进门 什么是塑教呢 旧时候守孝的人 乘坐的白色轿子是塑教 因为这会儿 甲连的叔叔贾靖 刚刚过世不久 他还在扶桑期间 所以用的是塑教 按理尔来说 扶桑期间 甲连是不能娶小妾的 所以他要偷偷摸摸地 做这件事 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他害怕王熙凤知道这件事 游二姐嫁给甲连之后 甲真也经常来找他们 甲真对游二姐和游老妇人说 甲连对你们这么好 我做的宝山不错吧 宝山就是做媒人的意思 表示介绍的这桩婚事像山一样牢固可靠 甲连不但给游二姐买了房子 还给他配了几个仆人 其中就有包二和包二的老婆 包二老婆骂包二说 你壮丧的那黄汤 壮丧完了睡觉就行了 不要多说废话 壮丧就是混吃乱喝的意思 黄汤指的是酒 这是骂人喝酒的一句话 包二家的骂完 甲真甲连的小司都来了 大家一起聊天 甲真的小司说 他们害怕饭夜 所以要在这儿住一晚上 古代生活有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晚上有宵禁 禁止夜行 比如在唐代 一更三点 也就是晚上七点四十五分 就不允许在大街上活动 到了五更三点 也就是早上五点四十五分 才允许活动 到了宋代 这种宵禁开始解除 可是到了后来的元朝 明朝 清朝 又开始实行严格的宵禁 我们在古装剧里看到的那些 大半夜逛戏园子的事 肯定是不存在的 违反了夜行的规定 叫做饭夜 饭夜的后果很严重 会被杖则几十下 也就是打板子 那可不好受 贾连贾珍和游氏姐妹喝酒 被游三姐一顿臭骂 她说 你们兄弟俩 把我们姐妹俩当成什么人 想随便玩弄我们 我才不上你们的当 要想玩 有种的你就过来呀 咱们是清水下杂面 你吃我也见 这是句歇后语 杂面是以绿豆面为主 制成的一种面条 煮的时候要多加油 味道才不色 光用清水煮 很不好吃 你吃我看 意思是 我看你怎么样 吃这种难吃的东西 综合上下文 游三姐这是向贾连和贾珍表明 自己不是好欺负的 不会被他们轻易玩弄羞辱 这件事过去不久 游二姐和贾连的小思聊天 了解王熙凤的情况 游二姐很好奇 王熙凤那么凶悍 贾连怎么还能有平儿这样的通房大丫头 在身边呢 小思星儿说 天下跳补过一个李子去 平儿是王熙凤的陪房大丫头 一直伺候她 所以被王熙凤容忍 古代是一夫一妻多妾制 即使是王熙凤这样的女强人 也推翻不了这个制度 还得守这个规矩 她丈夫想要纳妾 她也阻止不了 所以星儿才会说 天下跳不过一个李子去 这样的话 这个李指的就是这种婚姻制度 好了 我是佩妮读《红楼梦》的张国立 我们下次继续 大家好 我是佩妮娟 欢迎收听我的《红楼梦》导读 今天我们读到了《红楼梦》的第65回 这一回延续了前一回 贾连和尤二姐的郎友情 没有意 透过贾荣的丛中牵线 促成了一桩露水樱圆 贾连在宁容街后面不远的小花之巷里 买定了一所房子 细心布置好以后 就拜过天地 过起日子来了 倒也情投意合 生活得十分美满 这就是回幕上说的 贾二舍 偷取 游二姨 而当二姐有了安顿以后 也开始操心起妹妹游三姐的未来 于是想要把三姐给聘嫁出去 我们从内容的描写 只大约知道 三姐她自有意中人 至于那个人是谁 已经先在这一回的回幕上给了提示 所谓 游三姐 私嫁柳二郎 这柳二郎 就是先前把薛盘痛打一顿的柳相连 讲完了这一回的大概以后 我要先提醒大家注意一个情况 那就是 二游这一对姐妹 是以放荡的浪女登场的 而前一回 先集中写游二姐 和贾荣贾连的调情 到了这一回 就把焦点转向游三姐 和贾荣的对手戏 那更是变本加厉 游三姐 她充分显露出 无耻老辣的一面 竟然远远超出贾荣 这一等风月能守的见识 三姐才略失一点手段 那样的错月风流 就让他们垂涎三尺 如痴如醉 却又无可奈何 任人宰割 这可是空前绝后的状况 但三姐和二姐并不相同 三姐是以其人之道还至比身 而且加倍奉还 要风流就风流个彻底吧 她完全放开 没有一丝一毫女性的矜持 也完全打破男女的界限 再加上一股 愤世忌俗的怒气 简直是泼辣放肆到了极限 那种又昧又骚又辣 又呛的浪荡风情 连最有手腕的风尘女郎 都比不上 所以说是无耻老辣 也因此三姐反客为主 让贾真这样的烈焰高手 简直无用武之地 变成了她呼之其来 挥之即去的奴隶 三姐心里也得到了一点 抱负风流男性的痛快 这样一种崭新的女性形象 真是令人过目不忘 然而 这里我要郑重地提醒大家 即使三姐是要反抗那些 顽固子弟的玩弄 但是用这种玉石剧焚的方式 其实把自己也给玷污了 沦落了 等于自我毁灭 这果然也导致了后续柳香莲 坚持退婚的悲剧 实在太不值得 另外二游这一对姐妹 最大的共通点 也是最可贵的地方 那就是 她们身为浪女 却突然都改过首份 从淫荡的极端 换到另一个贞杰的极端 形成了浪女回头 金不换的大转弯 我们先看尤二姐吧 前一回里说得很清楚 二姐她是水性的人 所以才会和贾真 贾荣这一对父子 有不妥之处 但是令人惊讶的是 她和贾连只做了两个月的夫妻 就完全改头换命 对贾连是一片真心 忠贞不二 因此她谨慎持家 善尽人妻的职责 和前面的风流 判若二人 并且她深深地忏悔说 我虽标志 我虽标志 却无品性 看来到底是不标志的好 你看这哪里是一个虚荣无耻的女性呢 同样的 尤三姐也是一样 她说她以前的那些作为是丑事 现在啊 要改过首份了 只是她坚持要选一个自己喜欢的人 才肯论及婚嫁 可见 三姐 哪里是没有道德观的无耻之辈呢 而三姐的改过首份 是留到下一回再呈现 我们从第六十六回的描写就可以知道 三姐 一旦有希望获得柳香莲所给她的归宿 整个人啊 便焕然一新 简直是脱胎换骨 她收起无耻老辣的一面 真个竟非礼不动 非礼不言起来 一心一意 只等着和一中人 过正常的夫妻生活 这岂不又是另一个 从浪女变成贤妻的案例 讲到这里 我们可以领略到 曹雪芹所要告诉我们的人性的奥秘 那就是二游这一对姐妹 真正最特别 甚至最卓越的地方 就是他们居然拥有改变自己的伟大力量 毕竟自古以来都说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那确实也是经过千百年实证的硬道理 但也正因为如此 恰恰可以反衬出 这二游非凡的人格潜力 居然可以巨大到移山填海 那么我们又可以追问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 给了这两个过惯浪荡生活的女性 如此强大的力量呢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 不只是爱而已哦 其实最关键的是婚姻归宿 大家看 这一对姐妹都提到 终身有靠 这就证明了这一点 并且呢 也呼应了回目上所说的 甲二舍偷娶游二姨的娶 以及游三姐 私嫁柳二郎的嫁 娶跟嫁都跟婚姻有关 可见在传统时代里 婚姻对女性有多么重要 同时曹野芯也让我们再一次看到 人性极其复杂的特殊案例 那么这一回的导读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会